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半夜的凌晨2點鐘 然後這條視頻就是跟大家閒聊天 我在想我能不能錄一條一鏡到底的視頻 就從頭到尾 中間不剪輯 然後跟大家閒扯淡閒聊天 做一個嘗試 大浪剛才已經睡著了 我剛才在剪完視頻的時候已經1點鐘了 然後大浪在臥室裡面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在想他可能是在看視頻 然後剛才進去一看 他已經在裡面呼呼的睡著了 然後我就出來了 默默的出來了 我們倆在一起已經6年了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倆其實挺誇張的 就是我們是從在一起以後 就基本上沒有分開過 最長最長我們倆可能就是分開 一個星期這樣 這是最長的一段時間 基本上就是每天在一起 一睜眼就是這個人 就到這種程度 所以說有的時候會想要一個人待一會兒 這種感覺我覺得可能要在一起很多年的那種伴侶 或者是已經結婚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如果你是二十出頭或者是小年輕 你可能感覺不到這種需求 所以說我看 所以說我剛才看到他那個 在裡面睡的特別香 然後我就出來了 現在一個人在客廳 躺著沙發上 就覺得 就覺得 覺得 覺得挺 挺舒服的 有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我這樣 還是說 其他的人也會 有這種需求 就我偶爾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 有我自己一個人的空間 我自己一個人 獨處 會有這種需求 好 這就是 我突然說 想給大家錄這個視頻的 一個 現在這個狀態 就是說 我現在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待著 沒啥事 然後就想說 那給大家錄個視頻 看一下能不能 從頭到尾 一個鏡頭 然後把它錄完 這麼看 反省還是很高的樣子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想跟大家聊點什麼呢 就是 關於工作的事 因為我今年已經32歲了 已經32歲了 然後 馬上再過兩三年 就35 35完了以後 再過幾年 就快40 我感覺我好像就是 露露無為 沒什麼 沒有任何成就 我沒有做成啥事 我感覺 我每天 混日子 所以說 所以說 其實我是那種 經常 過一段時間 就要給自己打一打機械 就是 不能再這樣了 我不能再這樣 就每天荒廢我的日子 不可以了 我要開始制定目標 我要幹什麼 幹什麼 然後過一段時間就忘了 繼續開始 每天 很晚睡 然後每天混日子 我 我就在想說 我已經32歲 我要不要自己做一點什麼事業 我覺得做視頻應該不算是事業吧 因為 我感覺我也不會太火 我感覺我應該不會太火 所以說 我可能還需要做點其他的 因為 我之前有跟粉絲說 我在做民宿 但是我的民宿不是那種特別大型的民宿 就是 城市民宿 就是一個小區裡有一套房 多了一套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空著 所以我就把它掛到平台上 然後做民宿 但是這個也不可能做成一個事業 所以我在想做什麼呢 我以前 就是還沒有跟大狼談戀愛的時候呢 我那個時候 就很喜歡穿搭 喜歡逛街 喜歡購物 買衣服 就是很喜歡搭配衣服的搭配 然後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開一家淘寶店 或者是開一家什麼樣的店 就是專門做男裝 然後去選一些 我覺得好看的衣服 然後給大家 可能有 我剛才話說的一半突然間斷了 因為手機沒有電了 然後又重新電 現在重新再錄 我覺得就是注定 我不可能把這條視頻做成一鏡到底 所以說這條視頻就是兩鏡到底 剛才說到哪 剛才就說到我想開一家淘寶店賣男裝 但是問題就是 我喜歡的衣服的風格呢 我覺得可能跟我大部分的粉絲的年齡段 應該不是太吻合 因為我感覺大部分關注我的 一般都是二十 十八九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 那我喜歡的其實是有一點點小成熟的那種 親熟男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種感覺的衣服 可能大家不是 對這種風格不是特別感興趣 唉 所以我就在想問要不要做男裝的 就是賣給大家我覺得好看的男裝的衣服 也在猶豫 那如果我不做這個的話做什麼呢 我還有一段時間就是對香薰特別感興趣 就是研究那個香薰蠟燭 研究了一段時間 然後有嘗試想要去做 包括我去那個廠家去找那種製作蠟燭的那種廠子去找 然後後來也無疾而終了 就像我剛才說的 很多事情就是想著想著 然後就最終沒有實際行動 我還做過想要做過什麼事情我想想 其他就沒有了 其他沒什麼 除了這個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聊的呢 還有一個事兒就是 我覺得呢 就是你們肯定很多人現在 其實年紀不大 二十多歲 我現在回想起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作為過來人 如果我建議我二十多歲的人 有什麼事情要注意的 或者要趁著這個年齡去做的 我覺得就是 在你年輕的時候去談 談幾段戀愛 因為人的青春就很寶貴 只有那麼幾年 所以說 希望你可以在你 就是不管你的外表還是 你的對感情的那個投入度 都是最好最高的時候 去 談一段戀愛 當然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談 但是沒有那個合適的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要 你還是要 時刻準備著去談一段戀愛 然後呢 不要輕易的去 跟 異性去 不要輕易的去 去 就直魂 不要輕易的去嘗試 直魂 因為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真的 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我當然首先還是建議大家能出櫃的就出櫃 如果你不能出櫃 那我建議你 就找一個 靠譜的人 你們兩個去 行婚 然後行婚 也不要說 去 領證 也不要領證 也不要邀孩子 然後就 只是一個 合作式的 設定一個期限 比如說 我們就是一年的時間 行婚 然後一年以後 就跟雙方說 雙方的家裡說 這個 感情不合 就離婚 就好了 其實 你只要結過一次婚 大部分的人 就不會一直在催你了 在問你了 這就是 星期 今天星期幾 星期二 今天是週幾 週二 這就是星期二晚上 大半夜 跟大家 閒聊 的一段 視頻 這段視頻 有兩個鏡頭 夠長 全長 大概有 九分鐘 這個樣子 希望大家 生活 幸福 早日找到自己的 另一半 然後 每天過得充實一點 好 這條視頻 就兩分鐘的時間 不是十分鐘的時間 拜拜